所以男生用这个的话 他皮肤就不会白白的 因为男生不喜欢太美 我们女生要美一点 我们可以用这一款 这个可以用来涂身子 可以用来涂脸涂脖子 也都可以看你自己喜欢 因为我家姐姐她就比较喜欢 涂疹粘脸 那这是一个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睡眠面膜 因为她还没有拿到手 我只是上次去我们的 EDC领导人邓川姐家里 偷偷挖了她给了我三天的份 那我又试用了一下 那只能给大家介绍这款面膜 到底有多好 那它最主要就是针对DNA打迷茧 就是帮助我们去修复我们的DNA细胞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细胞它是会复制的 那如果你的细胞是已经受损的细胞 那它复制出来的细胞就是受损的 那如果你的细胞是好的一个细胞 那它复制出来的细胞就是好的 对不对 大家这个概念有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修复DNA细胞 是让你皮肤变好的最直接的一个途径 所以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用14金也是这个原因 而且皮肤快速的变好 也是因为它 那很多人觉得说 涂那个好像也挺麻烦的 有没有 又觉得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睡眠面膜 就是我接下来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睡眠面膜 那它呢最主要是有三款最重要成分在里面 它是第一款是有机我们公司的认定农场里面 有机的一个菊花跟维锡诱导体 在我们的面膜里面 那这是它的一个第一个 那因为这个加入维锡诱导体 再加我们的玻尿酸再用的话 它的效果就更棒了 所以如果你有用这款面膜 一定要加上我们的玻尿酸 它的效果会翻倍的好 那一个就是 Sika Equis Sika Equis中文 就是鸡血草的提取物 我们有些人也叫它马蹄草 有些人可能会知道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草是什么 但是它就叫鸡血草 马蹄草 然后呢 它这个有什么样主要的作用呢 那马蹄草呢 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的这个松弛 然后补充皮肤的胶原蛋白 然后呢 可以去痘印啊 看氧化啦 所以它这个草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个草最早是在 公元前在欧洲的那边 就是用于治疗外伤 所以在印度的时候 大家都叫它魔法之草 可以抑制外伤的这个草呢 它是可以抑制皮肤的这个 就是炎症 它可以去修复我们的皮肤 然后去看色素沉着 促进我们皮肤胶原蛋白生成的一个叫鸡血草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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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叫薰衣草对不对大家都很认识它是香水植物 那它一般那边那都是以精油的形式那它主要是以方香疗法所以它用在我们的睡眠中就是给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去促进我们的睡眠那它薰衣草最主要是有什么样的作用一个是镇静 然后抗菌 美容中呢它可以还可以平衡我们的油脂分泌 去让我们的皮肤抚慰我们的皮肤 让它达到一个镇静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薰衣草的这个植物精油 在很多的这个方香疗法啦还有这个精油按摩里面呢都用的非常的广泛 因为它的这个方香大概是有三十多种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可以跟很多的精油去进行组合去进行不同的一个治疗 那它其实还可以在治疗心血管方面呢 然后治疗神经症方面呢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薰衣草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个面膜里面非常非常的棒